嗨各位 除了面纸书 现在又有多少人是有读真正的书勒 不要讲书本啦 科技这么发达 电纸书这种产品 你又了解多少呢? 今天就来跟你分享 最新的COBO Ellipse 2e 电纸书 最大的作用就是来给你看电纸书啦 最近刚好搞到一台来玩玩 之前我单纯的以为这种电纸书 主打的就是一种像书这样的阅读体验 或者是比平板更方便携带等等 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为读书这件事情 增设了这么多的功能 尤其是这一台呢 也有很好的书写体验 所以下面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他到底有哪些好用的重点功能 首先最方便的点 就是可以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 你可以在里面的电纸书 或者是他的PDF档里面任意写话 你只要按这个笔的按键下半部分呢 就可以换成一个highlight笔来highlight 然后按上半部分呢 又可以插出这个highlight 或者是你直接翻转去笔的上方 把它插掉就可以了 真是很像我们小时候用铅笔上面的橡皮插那样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notebook的功能在里面 你看书看看下突然间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灵感哦 可以立马把它当成一个笔记本这样子写下来 然后里面也有不少的笔记工具可以让你选择 再来就是书源啦 除了你可以直接在里面选你要看的书哦 你也可以在他的官网里面选购你想看的书籍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就是他支持让你透过dropbox的云端账号 来自己手动添加你想要看的任何书籍 你就跟着他简单几步的操作 把这个文档拖拽到这个云端 再到你的电子书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那目前我是试过pdf txt word档的档案都可以 然后也是可以更换字体排列大小等等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好用 也开拓了更多的书籍资源 而且呢据说过后还会支持google drive云端的应用哦 他甚至还自带词典翻译的功能 有很多翻译的语言可以给你选的 你就type你不明白的词 然后他就会有蛮详细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功能 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支持书籍朗读 只要你选择支持朗读的刊物哦 然后再connect你的蓝牙设备就可以听书啦 阅读器最重要的还是阅读体验 他配备的是10.3英寸的一音卡带1200的无炫光触控屏 文字显示清晰可以随时调节亮度 因为支持conferlite pro的技术哦 所以他也是根据时间自动调节屏幕的色温 比如讲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比较晃 而且可以有效降低蓝光还有缓解眼睛的疲劳 配备的是两个GHz的CPU 习惯了用高配置手机和平板的我哦 在切换它的页面还有点选功能的时候 的确是会觉得比较慢 有时候还会闪烁一下子 甚至还有肉眼可见的字体叠影 这些如果放在其他电子设备可能会有点不堪入目 可是如果放在一个尽可能模拟书本翻阅体验的电子书来讲 好像又有那么一点合理 关于这点我看网友的解决办法就是 翻阅的时候闭上眼睛 那么材质的部分呢 它使用的其实是资源回收还有海洋塑料的材料而制成的 然后背后背盖这里呢还有做这种防滑的设计 所以你这样子拿着的时候不会滑走 而且前面你看它这里还有一个很宽的边框 可以给你这样子有足够的手握空间 也不会误触屏幕 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拿到它的这个slip cover 是要另外购买的 其实套上去过后呢我觉得放笔也更加的方便 而且呢也是保护到最重要的屏幕的部分 然后拆线呢也是很方便的 它是支持32GB的存储容量的 目前我是下载了7本书 然后大概还剩下27GB的容量 不过我相信不全是因为我下载的书啦 因为我在settings里其实可以看到这些书占用了多少的位置 所以应该是还有其他隐藏的后台数据在跑着 读书这件事情它绝对是认证的 我相信这台Cobo Ellipsa 2e 几乎是可以满足你所有在学习 阅读还有书写体验上面的需求 那我相信分享到这里可能也是会有人觉得 诶 这种电子书的产品 比起其他的娱乐性电子产品 像停板啊这种 它的功能是相对单一的 叫我倒不如去选择其他电子产品 但是是想想到你很专心读书读到一般的时候 Notification跳出来你可以忍住不安嘛 就算你讲你开启飞行模式啦 可是你可以改掉 你可以抵挡做那种点开其他apps的习惯嘛 反正我是不可以啦 因为我觉得这种习惯已经是根深蒂固了的 正因为我改不掉 所以我才需要这种功能相对单一 却可以把阅读和学习做到极致的产品 让我尽可能的保持极高的专注 更高效的学习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它的官方平台去购买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 你们可以去查看